华为大世界来关心 全球各国都在积极研发新冠疫苗 而在全部182种正在进行试验的疫苗当中 有9种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而其中4款都是由中国所研发的 并且要争取在年底前就要上市 而媒体现在也报道了 中国官方疫苗最高定价是600人民币 大约是台币2500多元 这个价钱要比起英美等国家药厂的疫苗 还要贵上一些 专家也要提醒大家 疫苗刚上市不要急着施打 等到确定没有副作用的风险之后再说 全球新冠被炎累计死亡人数来到98万人 只差约2万人就破百万大关 全人类最关心的就是疫苗核实问世 WHO不会抵抗疫苗 不可能是效果和安全 疫苗多达上百种 但世卫最终只会推荐一两种 而中国有四款疫苗已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最初我们这个策略是给中国给武汉支配做了战略 但是我们很快就在6月份7月份做了调整 我们这个战略要向全球 总部在北京的这家生物公司 目标设定明年初将自家生产的疫苗配送到全球 其中也包括美国 过去我们想的太乐观了 三期临床需要有一个时间 一期二期都做完了 钟南山表示 有些厂商力拼疫苗在年底上市是过度乐观 而大规模接种疫苗需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 打了疫苗也不代表就是进了保险箱了 也要注意这些防护的措施 中国有两款灭活疫苗正申请上市 最高定价600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2500多块 比英美药厂的疫苗贵 除了价格外 专家强调疫苗不是灵丹妙药 就算打了疫苗 也不要忘记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刘雍伟编译